說到一句話是最感情 不過我聽到這裡 有一個人妻抱怨說 他願意救兩百萬給婆家 但是這個還被人家責怪 他這個是這樣 他在那個獨骨酒見裡面 這個婆媳討論區說 他說這個婆家需要做事業 然後需要資金 但是這個公司的名字 是掛在公婆的名下 那他身為媳婦 他就想說 好啦 反正是 也是算家族事業 那我就幫忙 他就願意出兩百萬 但是這個兩百萬 他有講說 我是要用借的 可是不用利息 那還款的時間 都可以再討論 他就說我可以出資 但是這個是借 並不是給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他的這個老公就說 你怎麼會是用借 給我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講借這個字呢 你應該是要給 因為這個以後 也是你的資產 然後他就說 你根本就不把婆家 當成自己一家人 然後我們夫妻之間 還是怎麼分我的你的 那你就搞得 反正搞到到最後 他們兩個也是 也是不歡而散 沒有什麼你的我的 只有我的 他就是他老公那時候結婚 可能沒有說什麼 你的就是 你的就是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還是你的 他老公可能沒有講這句話 對 所以反正到最後 他就他老婆自己的解讀 不是說他認為他老公應該是不想還這筆錢 因為其實以後公婆過世之後 那個資產應該也是會留給他老公 那他老公 他們應該是夫妻共有財產 所以他會認為他應該也是有份的 但是他又想到 可是我的公婆非常的健康 假設我公婆再活二十年好了 他說他自己都不能不能活到這二十年 到底這筆錢能不能拿得到 所以他是用借的方式來講 然後他前面有一個前提是說 因為這兩百萬是他很辛苦工作賺來的錢 對 他省吃鹼用來的 所以是他的養老金 孩子的教育金 他的棺材本 他說我其實無息的借你 然後也沒有償還的這個時間點 到底他錯在哪裡 還要被輔家這樣講 一個小孩要考上班 存兩百萬 不簡單 辛苦的事情 這樣子 結果這個 你不要 你不把婆家當一家人 夫妻來分什麼 你的 我的 不然這樣 老公 你拿兩百萬來 夫妻不分 你的 我的嘛 對不對 別人的錢都這樣講 如果自己的錢就不會這麼說 崔飛你怎麼看 我覺得先生講這兩句 就是不把婆家當一家人 夫妻之間還分你的 我的 這兩句話我覺得暗藏著金錢的陷阱 在裡頭 因為這代表說 他已經把你的錢變成 他的錢了 不分你的 我的 所以我覺得太太的錢 很有可能被驚吞蚕食 就會全部不見 都變成夫家的 而且這個我覺得這要很小心 除了金錢陷阱 裡面還有一個連結作用 要很小心 就是說當這個夫家一缺錢 馬上第一個想到就是媳婦有錢 真的很可怕 所以有些時候我覺得 連結作用是很可怕 讓別人一有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想到你 譬如說照顧 第一個就想到你 要錢 第一個就想到你 要資源 第一個就想到你 這樣的人通常都很危險 因為這個連結作用 其實很難切斷的 所以如果他們家一沒有錢 就想到要跟你拿錢 那這個就是一個危險的開始 所以如果不把這個連結 立刻切斷 就是說我不借 如果是你的話 你兩百萬 你敢叫家族寫借據嗎 我基本上我也是不會借 我連寫借據我都不要寫 因為我不想借這筆錢 因為我也會感覺 因為我剛剛說 如果他們會 第一個會想到我 那我就會跟他說 我所有的錢 也許你們覺得 我有兩百萬的存款 但我所有的錢都動不了 我都不能動 這個周老師這邊有一個客戶 這個當夫妻 但是吃力不討好 對 因為這個是一對男女朋友 他們交往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交往 當然這個經濟狀況 是男生比較一般般 女生的經濟狀況是比較好 那兩個交往一段時間 大概如果這個女生去 就是男生家裡 那個時候不叫婆婆 就是說去叫伯母他們家 去的時候 對他真的超級超級好的 也對他真的很好 但是後來就談到結婚 那結婚這個過程中 當然這個女生的爸爸 有給一個房子 那是完全是不用貸款的 沒有貸款的 就這樣子給他 你知道那個男生的爸爸媽媽 哇 真的很高興 他就是辦結婚宴 什麼什麼 這都中間過程中 大家都會出來 但是女方的一個表妹 因為女方家境不錯 女方的表妹 他有出席 男方的弟弟 看上女方的表妹 那個時候他就一直跟他講說 介紹一下介紹一下 我弟 他不是那個 他是他那個婆婆 他後來就變婆婆 他說你們這個小叔 人不錯 也不錯 你就知道你跟你們同樣 你們同樣不錯 表示說的小叔也不錯 你的表妹就介紹給他 那個時候他自己覺得說 表妹反正那個時候也沒男朋友 也可以介紹 他老公有說一句話 他說你不要管他們的事 你管他們的事 以後你會很麻煩 因為說一句話 那他那個時候說沒關係 反正我就幫他們介紹一下 他們願意就在一起 不願意就算了 就是吃個飯而已 幹嘛就一定要說連這個 婆婆就已經提出 剛結婚 結婚沒多久 他就提出 那當然就是我們就做啦 就介紹一下 好了他就真的去吃飯了 吃飯後 你知道那個表妹不喜歡嗎 他就說這不是我的菜 這個就可能就不喜歡 他就說那就吃一次飯 大家客客去吃一次飯 就算了 那他就跟婆婆講說 我那個表妹他說 他還沒有那麼想要 那麼早結婚 或甚至那麼早交男朋友 所以他可能這個就事情就算了 我這個開始 婆婆就一直說 你吹一下 你吹一下 因為那就是你表妹 你跟他講 他一定會答應的 現在接下來 他們小症也是開始說 你就反正 我覺得 我很喜歡 大家都到四分年齡 跟我們看看 就一直說一直說 因為他不用表妹 他有跟他說 表妹說不要 他就是不是我的菜 就不是我的菜 你再說也沒有用 結果如果開始 哇 婆婆就說了 根本就沒有看我們家 你就看我們餐 因為表妹那邊比較有錢 就看我們餐 你就是不介紹 你就不要說 你就看我們餐 你介紹過了 他就這樣子認為說 他不要牽線 牽好一點 所以你就不要把他牽線 因為問不再跟我們吹一下 對 現在這個小症就開始 什麼有時候就說 你開拍什麼回來 你這樣 就是講話就變成 非常非常得意外 很痠 不理解 就變成本來是 常常要 他本來是長 因為他是嫁 我認為我是說這個表妹 對 表妹就沒有 看他這個小症 他就常常都 本來要回去吃飯 這樣就一回去吃飯 你知道嗎 這小症很奇怪 他就時間到 他就會出現來 在那裡把他們 嫂嫂這樣 酸液 這樣就很不快樂 所以他後來 都不會去他那裡吃 這個不會去他那裡吃 就說當公司 後來為了這個事情 他們辦什麼 假離婚 這麼嚴重 他是 他跟他老公辦假離婚 有意思因為他們兩個 實在是有最愛 他們兩個也交往很久了 他其實他們兩個都不錯 但是他知道 他的弟弟跟他的媽媽的狀態 他說你不要插面 所以假離婚就不用再回去 面對這些 對 他說說假離婚以後 他就不用再去婆家 你什麼事情 他們家在拜公 媽他們家在創錢 你都不用去 對 就這樣子辦假離婚 後來老公又結了 對 對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